开了三个小时半的车 中途在Guamu Sun休息一下吃个早餐 咱们吃饱后 换由我来继续开三个小时的路程前往Kotabaru 抵达Kotabaru后 咱们又再开车了 尝试了倒地的Nosic Caribou 实在吃不惯生的豆芽呢 对不起 咱们check in酒店休息一会儿咯 我在说海风很大 帽子都快被吹走了 摊开三个充满着整齐排列的木麻黄树 与韩国的难以倒相似 因此有小难以倒支撑 到底会有谁不爱这一望无际的海景呀 这是全东南亚最高的阿弥陀佛神像 高达128尺 在眼前真的很壮观 咱们的晚餐来到了一家海边的咖啡厅 这海景真的很加分呀 出现了一只好不客气的猫咪 直接跳上桌子来觅食 这猫咪一开始还表现得很傲娇 此时却撒娇起来了 来到夜市买些宵夜回酒店吃 没想到老公竟然被小放屋认为韩国人 我的天啊 谢谢这小小酒店一页的款贷 咱们要check out之喽 拜拜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搞笑的中文翻译 早餐来到了这家著名的餐厅 不少的YouTuber都介绍过了 这是吉兰丹最有名的市集 售卖着各式各样的物品 经过这家小皇宫 入门票只需要两块 咱们便即兴地进去参观了 今天穿上了我的马来装 游走着穆斯林居多的州数 这是我妈妈以前曾经就读的教师学院 这抢眼的彩色回教堂 与俄罗斯的圣巴索大教堂相似 这天的午餐 咱们又来到海边的餐厅啦 这一趟三号公路的road trip 最关键的当然就是漂亮的沿海公路啦 继续咱们的车程前往敦家楼 这就是灯家楼 据代表性的可开关吊桥啦 可惜我们来的这段期间都没遇上开桥时刻 真遗憾啦 这天入住的这家灯家楼酒店 空间很宽敞 窗外也能看到部分的海景呢 这个则是我们房外窗户的景色 咱们又来到了另一个造型特殊的回教堂 它由玻璃和钢铁建造而成 被称为Mastrid Crystal 这唐人街让我感觉仿佛身在马六甲 咱们本地的旅游景点总是少不了壁画呢 不行来到咱们吃晚餐的地方啦 变了当地美食Lexam和Roti Tong来尝尝 夜晚的灯家楼没啥活动 咱们来赏一下夜景就回酒店休息啦 出来旅游嘛 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杯面彩色完整呀 不爱咖啡的我 非常能接受这个 真好喝呀 这可是我中学十七时很火的本地中文电视剧呢 本安 马卡 马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